看到右邊自小客 沒按照標線前進 駕駛巴了一聲 前車男子居然下車理論 會不會看線啊 你怕你 他不然接近台來啊 你要逼車是不是 沒關係 你不要跑 我叫警察來 拔車大喇喇停在馬路中間 雙方爆發口角將近一分鐘 駕駛按喇叭被嗆 指控對方恐嚇 你如果不能打你 我一般好好的跟你說 他不然接近台來 你不要叫你 這起行車糾紛 發生在23號晚上7點多 在高雄新倔江商圈 駕駛在馬路中間 骯然停車還下車大吵 下場恐怕荷包大失血 最高可罰3萬6千元 飛遇突發狀況 在行駛途中 任意骯然減速煞車 或於車道中暫停 那將處新台幣6千元以上 3萬6千元以下罰還 另外這名富人 橫越巷子低頭滑手機 還一邊哼歌 好像完全沒看到有車 被按喇叭嚇一跳 女將士開窗解釋 看到行人滑手機 怕真的撞上才按喇叭 反被富人打罵 富人被按喇叭超火大 警方提醒民眾過馬路 不要分心 就算是走巷子 穿越馬路也要快速通行 避免發生以外 謝謝黃迅 機械中高雄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MING PAO CANADA